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要上初中的那段时间 一夜之间街头巷尾 课堂操场 疯传猫脸老太太的事件 我还有一点后知后觉 上课的时候听同学在说 那哥们表达的吧 反正也不是特别清楚 有点问题 说的也不太吓人 我还以为什么老太太变成猫咪了 也没太在意 但是放学之后回家这一路 就怎么感觉什么球场 公园啊 家门口啊 这些地方一个小伙伴都没有 回家还给同学打电话呢 我说你们干嘛去了 回家来 出来踢足球啊 我就说你疯了吧 你没听说吗 然后就把整个传言 会声会色的给我描述了一遍 我当时十一二岁的小心脏 根本承受不了 不过 还好那段时间正好是林郑英 林书 僵尸片最最流行的那个世界 就赶紧 关窗 锁门 拉窗帘 拿出僵尸先生的录像带了 想恶补一下对付僵尸的方法 什么桃木啊 枣糊啊 什么糯米啊 公鸡血 黑骨血之类的这些啊 我想哎 这个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弄啊 但是家里面糯米这多的是啊 之后我就自己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一块布啊 拿针线 缝了一个小米袋 把那个糯米装进去放在书包里 就真的没有孩子敢出门啊 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哈尔滨本来天黑的就特别早啊 有一天 学校的老师 政教主任 校长都出来啊 说 最近一段时间尽量家长亲自接学生放学啊 实在不能来接的同学必须结伴回家 这是我们听完了之后 想 老师不说还好点啊 你感觉可能只是同学之间的一个传言 突然出来明确告诉你啊 意思就是都小心点啊 来找你们啊 我们这心里面就觉得妈的估计好像靠谱啊 这个事儿 然后我就在学校里面给同学讲僵尸先生的故事啊 再后来就把糯米拿出来啊 给他们展示了一下 一毛钱十粒 几乎就脱销了啊 这是大概一两天之内 只要一下课 我身边就唯一大群同学啊 来 还有同学领同学的来买那个糯米 当然啊 有好看的小女生 我到时候跑过去啊 啪 什么声音拍 我说 最近路上危险 戴上这个能辟邪 小女生眼寒热泪 看着手中那个纸包包的糯米啊 爱慕的看着壮哥远去的背影 当然那段时间整个城市感觉啊 都是阴霾恐怖的 只有壮哥的天空充满了九色财气 后来有一个二户啊 不知道哪个班的什么什么 鬼同学 从家里边带来了大量的糯米 一脸正义的免费分发给同学 然后还向我投来了鄙视的目光 壮哥幼小的内心啊 有一万只草泥马笨疼 从牙缝里边挤出两个字啊 这个白痴 怎么回事呢 据说是在哈尔滨周边 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村庄啊 儿媳跟婆婆吵架啊 大家都知道啊 东北的那个女人性格都很彪啊 也不是坏啊 就是虎 估计吵子挺凶的啊 这个儿媳就赌气回娘家 儿子回家一看媳妇没了啊 一问知道吵架了啊 就跑到娘家去找媳妇回来 这问题是 这老太太也是阿门东北女人 而且是阿门东北的老女人啊 更彪啊 看儿子也不帮着 或者说不向着自己啊 还去接媳妇回来 一怒之下呢 就上吊自尽了 含恨而死 就腹中就憋着一股怨气 这两个人回家 儿子跟儿媳啊 我一开门 哎呦 吓一跳 老太太在房梁上吊着呢 死相特别恐怖啊 就眼睛也没闭上 还冲着血 舌头也吐出来了 儿子就赶紧跑过去放下来 哎呀 唉声叹气的 这个儿媳呢 就开始有一点自责啊 大家也有点害怕了 就又回娘家了 儿子在家准备 草草的就把这个后事给办掉 因为当然也觉得丢脸啊 就没在村里边声张 弄了个凉席 把老太太尸体放在上面 当然也正是因为没有董行的老人给指点啊 停尸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大忌 大家看过电影都知道啊 那个棺材在停尸的时候啊 一般下面都架两个条凳 就是把那个棺材架高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有小动物经过啊 晚上的时候串了人气 经过老太太遗体啊 据说是吐了口气 老太太直接起身炸湿了啊 脸部呢变得半人半猫 其实不是说一半一半的那种啊 就是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原来的那个长相 然后隐隐约约的也能看得出来那个猫的长相在脸上啊 这个守夜的儿子 就感觉后边什么东西 回头一看啊 撒腿就往外跑啊 一晚上没敢回家 天亮之后呢 就带着自己家的亲 进了邻居家一看 邻居躺在床上 身体就特别干瘪 就抽抽了 就是开疼破肚 里边内脏都被掏空了 之后啊 大家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报警 警察在介入调查的期间 村里边就不断的有小动物 那加油 中共安排射里的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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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情况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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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大概过了两三年 事件才彻底的被大家淡忘和平息 我就吃饭的时候跟朋友聊天说起这个事 有成都跟上海的小伙伴赶紧不服了 举手啊 说95年成都也闹过很大的僵尸事件 同年上海也有吸血鬼事件这么一个发生 当时都是在当地弄得人心惶惶的 我们就开始讨论啊 说95年为什么都集中在这里 就是这么多城市分别发生了这种事情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民间开始疯传 三具僵尸咬死了五个人 那五个人被咬死 吸干了血之后 也变成僵尸了 贱人就咬 完全没有意识 然后当地的政府 就一面调查 一面媒体辟谣 但还是有很多目击者说 看见有什么 军用卡车进山搜捕的事情 后来是用什么 喷火器 才在野外烧死 然后就地掩埋 但是后来又传着传着 这件事情就很离谱了 在四川 我们也基本上 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听了 都是四川式的幽默 说府南河不断地 捞出各种被火烧过的尸体 说有外国派记者来 潜伏调查 还有说什么 僵尸一跳一跳 跳三层楼那么高 最逗的俄传是说 有僵尸换上普通市民的衣服 坐火车全国流窜 看谁合适 或者看谁不顺眼 上去 刚吃来一口 那个也变成僵尸了 传得沸沸扬扬 当然同年 上海虹口吸血鬼事件 在上海也很火 是一个姓林的德国海归博士 一个实力很强的技术宅 平时也不大喜欢 跟同事说话交流 总是自己一个人很闷的 写写画画 导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有点像 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风波式 其实自己私下里面 做一些药物化学的实验 有的时候还用自己的身体实验 注射 终于由于某种药物的作用 导致体内的细胞结构的改变 力量跟速度 得到了惊人的大幅的提升 但是由于它这种提升 也导致了能量的消耗过大 人体的胃还是很小的 就光靠食物来转化 是无法维持身体机能的 需要喝人血才能维持生存 于是就每天半夜出门 却也是看谁不顺眼 咬人一口吸血 极其案件发生了之后 就开始有警力出动 全程围剿 当然传言 这都是传言 为了搜捕它 还牺牲了两名民警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也是全身血都被吸干了 之后上海民众听说了这件事 都带着大蒜跟十字架上班 为了保平安 但是说明上海人还是很时尚的 很跟国际接轨 最后一次出现的是在 虹口公园附近 当然之后就再也 就逐渐这件事就平息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它在虹口公园出现了之后 四平路附近 就虹口公园旁边的一条路 死了很多被吸干血的老鼠 所以我们严重怀疑 它自己其实也不想杀人 只是为了维持生命 就只能不断的吸血 当然至于后来它藏身在哪里 或者说警察有没有抓到 或者说有没有发现现场击毙掩埋 或者这些都不知道 在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个事情 事后说有同事去翻它的笔记 研究它的那些手稿 发现都是那种古代的西波来语 我到了上海之后 去跟很多朋友也求证过这件事 对于这件事情的印象 可能比例比前两个事情稍微小一点 没有像在哈尔滨猫疗老太太 在成都那个僵尸事件 那人尽皆知 几乎上海很少要提这个事 可能上海人都忙着挣钱 当然今天只是尝试给大家换一换口味 阶段性的拆散了分几期 讲这个特别庞杂的系列 僵尸 包括将来他们找机会讲什么 上古神话的汉拔 吼 就是像金毛吼之类的 僵尸先生 林正英 还有各种经典的僵尸电影 还有湘西赶尸 茅山 智邪秘书 等等 僵尸的形成 主要分两种 猫鸟老太的事件 和上海吸血鬼事件 这种典型的 叫新尸突变 还有一种叫做 藏酒不服 比如上四川成都的僵尸事件 还有埃及的木乃伊等等 这都属于这种 僵尸是一种特别奇怪的存在 不在三界之内 天界 人界 地狱 都没有 六道轮回 没有它 变异的途径又千奇百怪 有的是吃东西 还有某种毒素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影 哭声 就吃了毒蘑菇 或者是某种 病菌 毒虫 进入到体内 导致 尸变 这个跟欧美的丧尸片 剧本差不多 反正 我们看过很多古代的故事 尤其多的是 清朝的僵尸 林正英所说的 因气所致 什么怨气 闷气 憋气 反正人死之后 只要有一口气 堵在体内 再受日经月华 或者受雷击 或者遇到有活物的血液 滴在尸体上 就总之它就像个炮仗一样 一些机缘巧合 一点就着 道家说 魂非破智 破智 不是破散 主宰灵力的魂 离开身体 主宰身体能量的魄 滞留在体内 而魂灵散 魄 欲饿 又因血脉干枯 导致的身体僵涩 自己十分痛苦 所以自带的那种原始冲动的欲望 到处找可以吸血的活物 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你要说什么历史 野史 故事 可信度都不高 还有人发现 秦朝的医书 也有特别详细的记载 说不可以有任何体液上的接触 一旦沾染失毒 不可医治 要用 就是用那种竹竿套的那个绳索 去锁住它的四肢 然后全身捆绑 口中填满干草 焚烧后 还得将残渣分成十二份 埋在不同的地方 还是因为能够形成的原因太多 所以以上这些也仅仅能够覆盖一小部分 中国古代通常把僵尸分成八种 有紫浆 白浆 绿浆 毛浆 飞浆 和游诗 浮诗 不化骨 之外还有我们中国很熟悉的僵尸界的扛把子 汉拔有机会我们讲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翻一翻看紫步语和月威草堂笔记 这两本书都跟什么廖斋之意啊 搜神记很像 有很多的人问 啊 说壮哥壮哥 真的有僵尸的存在吗 好怕怕啊 反正 总之上古神话 中外的正史也史 故事小说 刚才还说了 医书 还有地方限制 事件传言 都有记载 各位 自己判断一下 觉得有没有 我就不在这里下定论了 好 僵尸 我们这一集算是开个头 以后我们找机会 一步一步的讲啊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两期抽奖的物件啊 这是一个到家看风水的罗盘 我是在浙江一个小镇啊 就是一个道观旁边发现了个这么个东西就带回来一个给大家抽奖啊 两周之后 依然是加公众号王壮壮壮壮壮壮 看谁是那个幸运的小伙伴壮壮哥包邮的送给他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